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炖羊肉 这是上好的羊肉 我这里边什么都没有 偷了我妈半截葱 然后就只有盐 老有人教我说 你这羊肉应该放什么花椒 打料什么香菜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连锅都没有 这锅都是临时的 我用的是早上的店 我一直在等那个美度店 八块钱的 不是 八分钱了 我都记成八块钱了 我一直在等那个 李鹏总理答应我们那八分钱一度那店 据说三峡那边人都用上了 我们这边还没有 所以我用店的特别贵 我每天 早上八点以前 晚上十点以后 这店我才用得起 这炖羊肉啊 太费店 太费店 你看 我必须赶带 我闺女呢 跟我寸步不离 他就不喜欢我镜头对着他 我一镜头对着他就知道他狗样了 是吧 帮爹尝尝 手没手 帮爹尝尝 爹先加一块 你要说一加一等接二爹就给你 一加一等一接 一加一等一接 一加一 不说 我说爹不给了 我睡觉 他就躺在我脚那儿 他老怕我遗弃他 我走到哪儿 我昨天吃的什么来着 昨天吃的姜豆 可能是姜豆馅包子 我不知道那什么包子 昨天穆罕默德王硕给我送来的 就是这个包子 他说都是名牌包子 名牌包子 我给吃完了 包子还有这个 他让我热着吃 我哪等热 我立刻就吃了 这是核桃馅的 核桃馅的包子 这包子是甜包子 那是咸包子 我让他 我说你拿走点啤酒 我这啤酒我喝不完 那有人给我各种啤酒 他就不就是啤酒太沉 而且啤酒喝了发胖 现在他都不不肯喝 昨天遛狗路上碰着一个 一个一阿姨 也不要阿姨 大姐或者是 可能是大姐 因为他女儿都32岁了 他跟我说 女儿32岁 在澳洲 在澳洲当老师 他老公陪他去了 还有好多东西咨询我 我说这你咨询不了我 我只能给你尝试性的 每件重要的事 你自己才能决定 是吧 自己决定 就像王开的事 爹都决定不了 由王开自己决定 嗯 他们老说 嘿 你给你狗洗澡 他不愿意洗澡 这第一 再有一个 他并不脏 他的毛是灰的 现在他正在掉毛 你看 我这么一揪 就掉下好多 他在换毛 他在换毛季节 是吧 嘿 别这么媚态 别跟爹这么媚态 人家笑话 觉得咱俩乱伦 我这闺女 我的东西都是循环使用的 狗毛 狗毛扔在 那个巴黎北田的 面包棍 口袋里边 还有一口袋 我刚才已经倒出去了 我不愿意放屋里 腥臭无比 也不叫腥臭无比 就有血腥味 嗯 就是这个 也是我装什么吃的 里边是我煮那个 煮那个羊 煮那个羊肉 煮出来的血 我这各是各样的吃的 啥都有 啥都有 我都吃不完 昨天晚上 又来了一个叫菜鸟 供应站 冷炼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 这应该是金姐姐 这金姐姐 是小 小C的同学 已经到美国了 陪她女儿了 啊 在斯坦佛大学 然后 我有一粉丝 原来来我这儿 后来我说你别来我这儿 你前途远大 你必须走 比我小三十岁 一个小女孩 嗯 现在在波士顿 金波克力了 而且 要在我生日那天 给我 给我做一歌剧 还是一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 我 我怕我连累那些小孩 我就把他们微信 我也没他们微信 嗯 这姐姐给我什么东西 我得赶紧打开 不然一会热了 嗯 嗯 又是奶酪 我奶酪吃不完 我们家就我吃奶酪 奶酪吃不完 奶酪吃不完 我们家全家都没人吃奶酪 我爸吃奶酪 我狗吃奶酪 奶酪这东西是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这能够补充蛋白质 然后呢它又不像牛奶是那么容易坏 现在那些好多号称送牛奶的 为什么人家都不定他那牛奶的呢 就是没有信誉 为什么说没信誉 你不知道它里边什么东西 连配料表都没有 连配料表都没有 再说这羊肉 闺女一直在等着这个小攀的羊肉 看这羊肉呢 羊我不懂 但是我养羊我才懂了 你看 是吧 很烂 很烂我 我东西好吃不好吃啊 我都先给我闺女 我都先给我闺女 拿你碗 开 拿你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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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碗呢 开 拿你碗 拿你碗 真乖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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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虽然只是两步远 但把他碗 拿了这意思 他知道 哎 老人给我吃的 老有那些街鱼走针 那根银 紧的就老说 哎 一会儿给你 有毒 有 会不会有毒 有什么毒啊 有什么毒啊 是吧 我 我闺女 我闺女先替我尝 嗯 而且我闺女 给点羊汤 我吃的 我跟我闺女是一个锅里吃 一锅里喝 一加一等一几 告别 一加一等一几 不对 一加一 对 你看我这张画 这张画又摆了 特别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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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特别烫 特别烫 特别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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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在外边 爹拿院子里边量一下 你再吃 啊 量一下也有危险 为什么呢 又有 既有猫咪又有黄鼠狼 等着我等着 太烫了 一会儿把你小 把你狗牙给烫掉了 拿你碗 碗没了 爹把碗拿走 嗯 好的羊呢 哎 我就不说自然的 自然羊 哪天再说 因为小潘他是回回 小潘他爸是汉人啊 当年娶他妈 是他爸好像是团侍伟的 四十年前是北京团侍伟的 娶他妈 他妈是牛街的回回 啊他妈他们家还不干 为什么呢 因为汉人呢 什么都吃 嗯 就跟沙克扔他们那边 汉人黄瓜流域的 吃小米 吃锅馈 吃饼子 没吃过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就像那个 那个 啊 啊 穆罕得给我送来的包子就觉得好吃的东西 是吧 比好吃的东西包子是蒸煮食品 蒸的 还有有煮的 都是蒸煮的 觉得蒸的 煮的就好吃 好吃不如饺子 好玩不如嫂子 啊 舒服不如倒着 全都这心思 懒 银鞋 嗯 省事啊 对对对 葫芦个的里边有馅 甭管蒸的煮的一口进去了 好吃不如饺子 好玩不如嫂子 郭德纲是相声说的啊 舒服不如倒着 都是这个 嗯 昨天我就吃 我这懒人呢 堕落的人就吃的 莫罕得给我来的包子 嗯 羊肉我就不炖 嗯 羊肉太太复杂 太复杂 这个前两天 也有人给我叫这个快递 咱这快递又油又咸 而且我现在对这快递啊 啊 我跟踪了几个快递 现在一闹疫情 好多人都在家里边要 要饭 就是订个饭送来 你跟过那个快递吗 啊 你跟一次你就知道了 啊 网上一看 兰州什么 兰州拉面好的了呢 我们家后边糊涂 一笑破屋就造兰州拉面 哎 哎 我为什么不觉得吃饭馆 就得到饭馆去吃呢 哎 你像我同学 东城分局的 他要点哪条鱼 他都拿剪子 把那鱼的那个 棋 剪出一缺口来 一会儿得对上 因为你点的那个 跟你上桌那不是一个 如果你要点素食啊 就那种快餐 更没办法更没办法说了 谁知道那是哪来的 什么东西呢 你看我闺女哈 早上自己奶奶给她漱口 她自己洗脸啊 现在不去奶奶那了 因为在我这 她知道我给她炖羊肉了 你看 我们小孩孩自己洗脸 是吧 可知道好了 谁家狗会自己洗脸 猫才自己洗脸呢 我们现在 自己洗脸 你看 两个小手手 不洗脸不吃 给别人那些大傻狗 一说给羊肉得疯了 我们不在那量着 是吧 嗯 然后我们自己洗脸 洗手 洗干净了 一会儿 特别文雅的吃 吃都不吊在我地上 他知道我爹 反正把地弄脏了 因为爹老过后脚在地上走 这羊肉呢 你看不管是那些吃羊肉的民族 最早的时候是圣经里边说的 那是什么呀 呃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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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还老说这破盆不好 这盆被我给踩折了 这地儿 我自己又接了一块木头 这是盖 这个盆很好 这盆是安徽的 黄山 第一次使的时候漏一滴水 它得用水一泡 它的缝就都挡上了 我每天早上洗脸 洗脸我狗 我乖乖狗那也洗脸 我洗完脸 我再把那水弄得特别烫 我就在这洗脚 用洗脸的水洗脚 洗完脚再用那水洗袜子 洗完那袜子 我去腊屎 把这一大盆脏水 把我的臭屎冲走 所以我是一个节约的穷人 不像他们是吧 请这个吃饭 请那吃饭 请全世界人吃饭 嘿 你看我一洗澡 我这水温就高 水温一高 气温就高 气温高就来个蚊子 你看我这是摁快门的手 一把就把这蚊子抓住了 我不像那些大人 他们都有人替他们做各种事 我所有的事都我自己做 都自己做 摄影家这个东西 有一个好处 就他所有事都他自己做 他眼睛看见了 耳朵听见了 他就开始脚就往那走 往那走 眼睛看了脑子就开始勾图 不仅勾图 过去照相机光圈速度 手里就开始调光圈 这十个手指 调光圈 调速度 胶卷不用说 我早都装好了 然后靠近 在决定性的瞬间 他要靠近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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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到不能再靠 就是我靠 所以罗伯特卡巴说 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 那是你靠的不够近 老有人翻起 离 离就没近了 靠 是靠的不够近 然后摁线 决定性的瞬间 决定性瞬间就是什么 就是人物情感达到高潮开始松叉的一叉 这羊肉凉了吧 大概凉了 我把我归宜 我这水也有点凉了 还不凉 你看把我的脚都炖的跟羊肉似的都是通红 我现在呢 那个羊肉可能凉了 别看看 别看看肉肉凉没凉 跟爹来 来 来 来吧 来吧 我现在把老不信爹 因为爹老捉弄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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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懂 烫 多好的这么一大块羊肉 要在咱们饭馆 这得二百多 这是一块纯羊排 来 来 前前 前 尿尿 尿尿 你一眼没去尿了 尿尿 尿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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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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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完再来 尿完再来 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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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鬼 真鬼 他憋着一夜不撒尿 他要撒尿 他老觉得撒尿是干坏事 你看 他也不去奶奶那尿 他去我房子后边 我行的后边 我行的后边 有我弟的房子 我弟也不住 空的 所以他到我弟那去尿 这孩子可坏了 他认为蜡屎撒尿是坏事 你看 来吧 来吧 找奶奶吧 找奶奶 奶奶吧 他早上找奶奶吃饭去 我怕烫了他 他虽然他知道烫 但是 哎 这一个蚯蚓呢 蚯蚓 你看这个 蚯蚓 蚯蚓 这是二月兰 冬天都会死 二月兰这个东西特别好 春天的时候会开 而且气味特好 嗯 原来这有特大的树 后来把它给锯了 这是香椿树 你想 直径这么大的香椿树 那得 得多少香椿 是吧 所以我就不爱吃香椿 香椿太多了 这香椿树啊 长得特别快 它根就往我房子底下长 把我房子都支起来了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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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等等 真鬼 他知道烫 嗯 一会儿再吃 烫 烫 烫 这么一块大羊肉 我以前还给他喝红酒 他也喝 喝红酒 嗯 我这个闺女 你看 他特别小心翼翼的吃 你看 烫 烫 烫 他知道烫 他吃过那个米其伦 叫米其林吧 米其林餐厅里的羊排 嗯 那个米其林老板啊 是朋友 啊 说你来 我说我得带我闺女来 他说带你闺女来行 给我们开了一单间 我闺女 我闺女还有椅子 哎 他就坐那儿 说你闺女太牛逼了 我闺女全套的法式大餐 你看 他特别爱喝汤 我这汤什么都没有 只有盐 和一段大葱 偷的 王开他奶奶的大葱 然后那是盐 嗯 而且我这羊肉 我刚才我说了 自然状态的不用说 牛街的羊肉 牛街是 牛街那一带啊 在宣武区 宣武区就是北京的回族的聚基地 北京一个是牛街 一个是东寺 东寺就我皮大同学 白莲增 你看姓白的嘛 姓白的啊 大方家小方家 胡同 东志门到东寺 东寺那是几条啊 啊 那个 呃 朝阳门那一带 再一带就是西南宣武区 就是 就是 呃 呃 牛街 那羊肉不用说 啊 啊 我们不说的自然的是什么 什么宁夏 那个叫什么 盐池什么都不管 那些对我都去过什么谈羊都不说那羊 这个羊啊 圣经 嗯 最早的时候献祭上帝的俩儿子 上帝儿子是中地的 就是农耕文明 一个是放羊的 呃 游牧文明 农耕跟游牧 上帝说把你们的好东西送过来 结果那农耕的那孩子好像把那游牧的给杀了 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世兄的 把哥 把哥哥给杀了 嘿 吃太快了 真怪 这小孩 就把哥哥给杀了 还是到我脚盆里边来说 到我脚盆 这水还很热呢 刚才光了 走一圈 嘿 然后那个 啊 就是最早 你去我查吧 查圣经古兰经里边都有 然后那个上帝喜欢的那个 就是给上帝 拿羊羔 羔羊献地的那个 所以从最古老啊 从有人开始 这羊肉就是最上等的 给上帝进贡的 所以小盘给我这羊肉啊 自然状态就不用说了 其次 他是牛街的羊肉 牛街羊肉杀羊之前 是阿虹念过经的 嗯 什么是阿虹呢 就是 呃 呃 伊斯兰教里边的一个宗教主持 啊 他们杀羊呢 也是 羊首先得干净 来路得干净 不能车撞死的 海湾战争的时候 那个 我们一同事 叫江亚平 现在是新华社平壤分社的头 啊 呃 前年我去平壤还碰见他了 他开那个万宝公司 就是卖军火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在伊拉克叫万宝 万宝公司的一辆 那个 那车就存在使馆院里边 五官就借给我开 结果他开 他开 就是他没我开车厉害 他是文字记者 撞了一堆羊 撞死六只羊 六只羊就全扔了 阿拉伯人家把人羊撞死了 也没陪人家 更不用说那奔驰前两眼都撞没了 发动机风扇都不转了 然后猪 老猪 我们又叫了一拖车 把我们给拖回来 从曼苏尔 就是现在老闹叛乱那地儿 伊拉克北边有三个地儿 是库尔德人控制的 曼苏尔 苏莱玛尼 和艾勒比尔 那一带出石油 最大的出石油城 是基尔库克 伊拉克驻北京大使巴桑 就是给我 重返巴格达那本书写序的巴桑 巴桑的妹夫 就是基尔库克的位数司令 所以你说我怎么能在伊拉克平堂 不仅说我带着一阿拉法特的铜金 我伊拉克利比亚 是吧 这是萨达姆给我签的名 这是萨达姆给我签的名 我跟卡扎菲的合影我就不展示了 是吧 我书里边都有 不然又说我吹牛逼得瑟 我实事求是被那帮羡慕嫉妒忍的人 称为吹牛逼 因为嫉妒我成就把我双开两回 我说的事都是 再说这一样 由于他人念过经的 无管是古兰经还是圣经都说 可以吃他的肉不能饮他的血 来 来 好吃吗 好吃吗 嘿别大油嘴 别弄跌屁股 别弄跌屁股 又是跌屁股扇了 扇了 一会出去 一会来找奶奶去吧 奶奶去吧 你还没拉臭呢 你还没拉臭呢 爹给你开门 你拉臭 一会儿爹 爹吃两块瘦羊肉 骨头还给你 好 来 来 奶奶 来 走吧 走吧 嘿 破孩子 奶奶去吧 拉臭去 一会儿爹带你玩去 幸福的小狗 幸福的羊 不许吃那个臭 臭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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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提醒我了 一会儿别别被那些破动物给弄倒了 我这有好多猫 喝黄薯狼 先把它放在高点的地儿 一会儿我扔出去 这里边 全都是那个羊血 嗯 还有这瓶 还有这瓶 是昨天我新认识的一哥们 这哥们他妈 给我做的泡菜 嗯 这泡菜不是一般的菜 是用芥菜 就是水割的 用芥菜 昨天一早 他妈做的 做的 他就给我装瓶 装瓶 就给我送过来了 嗯 我一进入自由的状态 全世界吃的都往我这儿飞 嗯 全世界的吃的都往我这儿飞 都是各式各样好吃的 都是干净可靠的 嗯 那羊是念过经的 念过经是能超生的羊 嗯 它在这历史的大轮回 也不是历史的大轮回 生命的大轮回里边 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厮口 所以 那个牛街的那羊啊 嗯 现在老有人说 我这羊哪贪羊 我说哪什么什么什么的羊 哪的羊不重要 重要的是信教的人养的羊 信教的人宰杀的羊 所以那个羊是有保证的 为什么保证 它有信仰的保证 它有法律的表证 嗯 如果说没有信仰 没有法律 这人就没有信用 没有信用 它给你那吃的 黑白 不敢吃 谢谢小潘 啊 羊肉吃了 真是好 嗯 我闺女 也是你闺女 嗯 大量都给她吃了 嗯 谢谢小潘 好羊肉 牛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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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